上帝是基督的神 就是人比我强的时候容易出现嫉妒心 他为什么我们都是人 我们都一起努力 都一起干活 为什么他比我强 为什么他比我拿到工资高 为什么他的职位比我高 人就开始愤愤不行 人就开始嫉妒 是不是 但是作为独一的创造主 创造上帝 这一切被造物是不是都是上帝创造的 上帝会不会嫉妒 不会 上帝对着被造物不会嫉妒 那上帝是嫉妒的神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上帝是分别为圣 嫉恶如仇的上帝 上帝是嫉妒的 所以你是上帝的被造物 你是不是应该侍奉上帝 应该把荣耀给你上帝 如果你侍奉别的偶像的话 上帝会不会嫉妒 自己生养的儿女 长大了 不认识自己的父母 却说别人才是对我最好 父母辛辛苦苦生你养你 然后你长大了 长大成人了 能够工作了 能够挣钱了 但是你因着你的胡同狗友 对你一点好处 你就说他比我父母对我都好 父母嫉妒不嫉妒 上帝对我们的嫉妒也是这样的嫉妒 本身我们作为被造物 依靠上帝而活 依靠上帝而吃 依靠上帝而喝 然后依靠上帝而得福分 然后得着上帝给我们的义还能够得到天国的福分 这样上帝对于我们来说 是不是也可以说上帝是非常喜悦地让这些福分赐给你 上帝会不会嫉妒呢 不会嫉妒 上帝嫉妒谁呢 也就是在被造物当中有一个上帝创造的天使 上帝创造天使的时候是为了侍奉上帝 为了迎接耶稣 但是当耶稣没有升天坐在宝座上的时候 他开始嫉妒 嫉妒谁呢 嫉妒上帝所造的一位以耶华名为上帝做功的使者 为什么嫉妒他呢 他也是天使 他也和我一样 他为什么能够得到像上帝一样那样的权柄 那样的荣耀呢 所以他说 我要与至高的同等 我要在重心之上 我要坐在至高的山上 他坐在山上干啥呀 刚刚在上是不是得到人的释放 所以作为被造物应该是侍奉上帝 结果他也将得到和上帝那样的释放 所以对于这样的存在来说 上帝嫉妒 嫉妒 嫉妒 本身是依靠上帝而活 是上帝给他的荣光和生命 所以上帝嫉妒的是谁呢 嫉妒的是夺取上帝荣耀 抵挡上帝名的魔鬼 所以当人类和人 也可以说和魔鬼同流合污的时候 上当受陷 成为抵挡上帝的存在 成为侍奉偶像 侍奉鬼神 那这样的话 上帝记住不记住 也就是说上帝是祭邪的上帝 通过全集记上 二十章上 上帝是不是祭邪 不让我们拜偶像 如果拜偶像的话 这样上帝会祭恶如仇 看他如同看神一样 看魔鬼一样 因为魔鬼本身该侍奉上帝 自己将夺取上帝荣耀得到 现在为什么人去上帆 死后的人为什么为他上帆 因为上帆的时候 他能不能得到什么 也不能 但是他唯一得到的是 让你去侍奉他 本身我们应该侍奉上帝 结果你去侍奉鬼神 那么上帝是 祭邪的上帝 还会不会接受 这样的人的侍奉呢 不会 所以上帝是基督传来的 所以通过圣经上今天我们学的是 唯一受逼迫的人 那个上帝是义 上帝造天造地的时候 以义为基础 上帝的名是义 上帝的宝座是义 上帝所造的天国是义 上帝所创造的一切和上帝的计划 都是上帝的义 所以上帝就是标准 上帝无论做什么 会不会错 因为那是上帝的计划 上帝无论怎么做 都是对的 这就是义 所以为了能够让我们达到上帝的义 上帝只有把他的义赐给人类 人类才能够得到上帝的义 能够得到上帝的福 所以信耶稣的时候 我们总是说 我们是罪人 我们是罪人 让人最不容易接受的是 你说是罪人 他们都开发 我是好人啊 我从来不骂人 我从来不偷人 我也不杀人 怎么我才是罪人呢 他们说的罪人和我们圣经上 耶稣所介绍的罪人的概念一样不一样 标准不一样 概念不一样 为什么呢 他们所认为的义人是世上人的标准 个世上 不骂人 不打人 好好的辛苦劳动 好好的学知识 好好的为了世界发展 这样在人眼里 你成为什么人 义人 你和临时和睦 家庭和睦 这就是世上的义人 这就是在人眼中的标准 但是要想得到上帝所承认的义 应该以谁为标准 耶稣 以上帝为标准 上帝赐给你的义的标准 那才是真正的义 所以人上帝创造着被造物当中的人的时候 上帝把世界万物这管理的权利是不是赐给人了 人虽然没有狮子大 没有有的好像是河马啦 什么现在演的恐龙呀 没有他们大 但是人有没有管理他的权利啊 人有智慧 人有聪明 人可以管理他 上帝给你管理的权利 通过管理可以得福 为什么呢 这是上帝赐给你福分的权利 通过上帝赐给你福分的权利 可以在那地上积存很多的福分 能不能 人在这世上 住很好的房子 开很好的车 有很高很好的地位 能够赚很多的钱 这一切是不是都是物质的福分 可以积攒起来 可以存到银行 可以让自己使用 这些都是福分 但是这些福分都是世上人认为的义 但是和天国的义呢 天国的义不是自己能够用钱来换来的 不是用你自己的功劳能够赎买回来的 要想进天国 不是依靠人的义 是依靠谁的义 上帝的义 所以有很多人都以自己为标准 以世上的义为标准 也可以说家庭和家庭之前是不是有义 也可以说儿子尊敬父亲是不是义 孩子尊敬父母是不是义 这是家庭的标准 这是家庭的标准 但是在天国里上帝的标准是什么呢 以上帝给你的真理 以上帝给你的律法 为你 换句话说就是上帝给你的标准 就是义 所以人所认为的义 无论在这世上做得怎么好 也进不了天国 跟这世上 你得到了义 可以有很多的钱财报偿你 但是能不能作为天国的福分报偿你啊 不能 人的义不能够承受天国的义 不能够承受天国的福分 也不能够因着人的义而进天国 所以人即使有义好不好 应该不应该拥有人的义 应该 但是这义不能够超越上帝的义 也得不到上帝的义 也得不到上帝的义 只能够得到谁的承认 人的承认或者世界的承认 这就是人的义 所以在圣经当中啊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在那个时代当中 也可以说通过挪亚 挪亚时代的当中是不是很多人 后来洪水里面世界的时候 只剩下了多少人 八个人 为什么呢 因为人都以自己的义为标准 但是挪亚不是 挪亚以什么为标准呢 上帝的义 上帝的义是什么呀 各个时代当中 上帝义的标准不一样 可以说从开始 上帝义的标准很低 为什么呢 那个时候的人模模糊糊的 不认识上帝 所以上帝给他们义的标准是什么呢 只要你是属灵存在 有灵 就能够在上帝面前撑云 所以挪亚那个书 知不知道上帝的心肠 应该说知道 所以他的一家人 儿子媳妇 八口人 全部都是属灵人 有的人也可能够属灵的人和 无灵的人结合 那生出来的人是什么人 无灵人 所以能不能承受上帝的福音 不能 能不能承受永生和天国 不能 那怎么办呢 无法成就上帝的旨意 所以挪亚一家知道 虽然在那个时代当中 洪水把整个世界都吸远了 都灭了 但是只有挪亚一家 八口人留下 然后上帝从他家当中生养众多 生养众多 生养众多 来承受上帝的义 所以在那个时代当中 只要人是属灵人 就有 都义 但是 后来生了那么多人 那众人当中 是不是减醒了 亚伯拉罕一家 亚伯拉罕在乌尔的时候 那地方的人 也可以说 都侍奉其他的偶像 通过圣经 约瑟雅书上说 亚伯拉罕那个时候 他们的家庭在乌尔 都是侍奉别神 也就是说 木头也可以成为神 山也可以成为神 树也可以成为神 动物也可以成为神 他们无论侍奉什么神 上帝不管 上帝的忌讳就是什么呢 你侍奉我才能够得到 上帝的福分 所以上帝吩咐 亚伯拉罕说 你要离开本地 本族和福家 他要离开的时候 是不是 以前所侍奉的神的环境 是不是全部都弃绝了 所以到外邦 也可以说成为客旅的时候 只有依靠谁能活 上帝而活 所以上帝称亚伯拉罕 唯一 但是亚伯拉罕的家庭当中 六七十人 能不能承受上帝国的福分 太少了 上帝要的是 就像是上帝 给亚伯拉罕的英雄一样 你的子孙要成为天上的星 海边的沙奈国 才能够承受上帝的福分 所以让他的子孙 继续存到埃及 在埃及是不是经济 物质非常发达 那个时候 侍奉别神的国家 当中 侍奉别神的人也多 当他的以色列百姓 在那里 执生于众多的时候 上帝说 带领以色列百姓 出来吧 干啥呀 为了让他分别出来 归给上帝 成为上帝的百姓 换句话说 上帝愿意让他为 外邦人分别开的时候 让他愿意成为上帝的义 完成什么事呢 上帝把亚伯拉罕的后裔 从埃及领出来之后 赐给他什么呀 律法 让他完完全全的完成人的义 完成人的义 是通过谁能够完成啊 通过上帝的律法 其实律法让人行 是让你的肉体得意 是让人能够成为义人 是不是灵魂成义啊 不是 不是 是让你肉体成义 所以以色列百姓 遵守律法成为义人 这就是人的义和上帝的义 所以你几时行律法 行的完全行了 律法 律法师们解释律法的时候 本身十条件命 是不是十条 他们实际的努力的解释 让十条件命里面 解释的律力啊 613条 要细节的归正起来 可能有1000多条 为什么律法师绞尽脑汁 好好地细细地解释 十条件命 让人好好遵守 如果你全遵守了 只能够成为 完成了人完全的义 但是能不能成为神那样的义 不能够 所以耶稣来的时候 有一个财主 是不是 有一个青年财主 到耶稣面前的时候 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进天国呀 耶稣说 你要持守 上帝说守的贱命 他说 这一切我从小都守了呀 上帝说 尊敬父母你守了 侍奉独一的上帝你守了 这十条件命你也都守了 但是有一条 什么呀 面对一切所有的根基于耶稣 那是不是说 把一切钱财卖了 像我们今天一样 都有家 有房子 有财产 是不是都卖了 都回到教会 都能够进天国了 如果这样的话成为人的义了 成为自己的功劳了 上帝并不是说 耶稣并不是说 你不能复赌啊 你不能拥有钱财啊 为啥呀 财主不能进天国 是不是财主不能进天国 财主能不能进天国 也能 无论是财主也好 无论是财主也好 只要你依靠上帝的义 就能够进天国 是这个意思 所以财主那个时候呢 吃守律法 律法之下上帝给的有应许 什么应许啊 遵守律法 让你父母财产 家庭儿女增多 是不是 父母增多 说错了 让你的儿女 父母财产 牛羊增多 赐给你地上的福费 这就是守建令 所以 也可以说 这个律法师呢 以为我所得的财富 是依靠什么得的呢 依靠我守律法 我行律法 好像是自己的义一样 因为 这义就是我得的财富嘛 所以我依靠了财富 我就成为义人了 那么 谁能够进天国呢 他来到上帝的面前 耶稣的面前 很明显就是证明说 律法我行了 你看 我还有这么多财产 证明我的义 那么 进天国的时候 肯定 我第一个人进去 所以耶稣说 你这一切你都行了吗 是 我都行了 但是耶稣说 不够 便卖你一切所有的 跟随我 是不是 耶稣让他一切都卖了 像我们今天一样 新耶稣啊 好 进教会 把你一切都卖了 跟耶稣 是不是这样 不是 不是 二是说 其实说 你不要依靠你呢 自己的义 依靠自己的义啊 无法进天国 只有把你这一切都 偏弃了 跟随耶稣 才能够得到上帝的义 才能够进天国 因为耶稣是谁啊 上帝的义 耶稣是上帝所立的义 他是唯一的义人 所以通过约翰福音上 说 世上一个义人也没有 连一个也没有 只有一个义人 还是谁啊 耶稣 耶稣基督 但是耶稣基督 是不是一直在这世上住着 不是 只有33年 后来耶稣生天了 一离开的时候 上帝给我们义的平均 那就是圣经 所以 也可以说 只有耶稣在这世上的时候 是你 并不是说了 不要人的财产 不要人的福分 不要人的负责 而是说 你不要依靠人的义 你要依靠耶稣 你要依靠上帝给你的义 这样的人才能够得用上 进天国 明白不明白 所以通过圣经当中 原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总有一种误解 误解什么呢 遍卖你一切所有的 分给穷人 然后你跟随我 跟随耶稣没记着 没读懂 只记着 把你一切都卖了 记着了 是不是 遍卖你一切所有的 然后你就能够得永生 好像是这样的想法 其实是在那个时代当中 很明显 耶稣是唯一的上帝的义 耶稣说 你们那一切的义都 先去了 跟随我 耶稣是不是上帝的义 你跟随上帝的义 跟随耶稣 是不是都拥有了上帝的义 是不是能够进天国 所以耶稣说 我去了 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预备好了 再来见你们 所以只要跟耶稣走 耶稣上哪里去 我们 也上哪里去 所以耶稣不是给门徒说了 我在哪里 让你们和我一起也在哪里 我去的时候 我知道那条路 你们也知道 门徒们一想 主啊 那条路在哪 我咋不知道啊 知不知道那条路 知道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 我们总是一说路 就想起世上走的路 其实 要想进天国 最想的是谁 耶稣 你跟着耶稣走 耶稣说 你知道那条路 你知道耶稣就会知道路 耶稣就是什么 路 只要跟耶稣 就好像是 现在我们坐开车一样 像导航一样 只要跟着导航走 你就别发愁上哪去 导航说 过马村了 然后过七里了 然后到五阳了 就像耶稣就好像是导航一样 你跟着耶稣走 你受圣明 受地理 然后拥有方言 一定赶贵 在这世上担当直问 然后耶稣说 来 我接你 耶稣来接你 是不是啊 所以跟着耶稣走 不用操心 不用问那条路 到底是哪一条 这条呀 所以一就是耶稣 耶稣就是上帝所立的标准 没有耶稣的话 没有一个人能够进天国 所以 法利赛人为什么那么生气 法利赛人一直在行律法 是不是啊 行律法了是不是就是一人 他们以为我们很坦然 别人的外族都无法进天国 只有以色列人 法利赛人能够第一个进天国 但是当约翰来给他们施洗的时候 那个约翰说 你们要与悔改的心 相趁 是不是啊 相悔改 悔改是为了什么 就是转向上帝 以前是自己的意 以后要依靠谁的意啊 上帝的意 这样转向的时候才叫悔改 所以受地理的人来到约翰面前的时候 约翰说你们悔改的心 要与你们的心相趁 是不是啊 悔改要与你们所结的果子相趁 就是说 你们既然愿意受地理 既然愿意悔改 不要把这意定性在人的身上 自己的身上 要把这意定性在谁的身上 要转向上帝 要转向耶稣 所以那个时代的人 到约翰面前去世洗的时候 约翰说的 你们这些毒蛇的主类 要结出果子与悔改的心相趁 也就是说 想悔改 这道果子是什么呀 承认是罪人 承认是罪人 在立法里面能不能行到 能不能做完全做好 不能 前天的时候我跟同工们说 有一个安息的 吸引安息的人 过一段时间会找我 过一段的时间会找我 其实我也很明显感觉到 因为他找我的时候 坐着和我一起谈话的时候 他知道 我口里所见证的圣经上的话 耶稣的话是他灵魂的所要 所以他也喜欢坐着给我说话 但是说完话之后呢 我也聊聊的 想让他从律法里转向福音 因为安息人 安息教的人是不是都守律法 所以不吃猪肉 还不吃牛肉 还是 然后呢 圣守安息日 他们是守安息日 不守主日 所以他是周六 所以我想让他转向福音 然后他的信仰就完全了 是不是啊 所以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们作为安息教的人 是完全守律法的人 但是行的也不错 蹲的也不错 在近身以后 能够依靠耶稣的恩典 就更完全了 更好了 他说我们挺好的呀 我们依靠律法 我们就可以称义了 我们可以完全照着律法行 我说你能照着律法行吗 你们知道他怎么回答 我完全照着律法行的 后来我想 律法其实让你行行行 行到最后 律法是让你干啥呀 知罪 认识罪 你要想全守律法 律法的总结就是 知道我是罪人 所以你要是一直行律法 一直行律法 你说我完全都行了呀 所以我感觉我做得不错 那么这个律法你守了没有 没守 只要你不承认你是罪人 这个律法就证明 你没有完全守好 你即使守好了 律法说 我是罪人 罪人的结局 死 你死了 还能够抗自己重生 不能 所以你死了 可以说消失了 灭亡了 跟魔鬼一起灭亡 是不是 即使在律法之下 你依靠上帝的律法 灭亡了 最多你得救了 也能够成为上帝的百姓 不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子 所以我说 你如果能够从律法里转向耶稣的话 转向耶稣的恩典 依靠耶稣的义 说我是罪人 依靠耶稣 这样的人才能够进天国 才能够得 所以他说他行了律法 可以说 对于我们比利亚人来说 知不知道他行了还是没行 没行 没行完律法 行完律法的原因就是 承认我是罪人 所以约翰给以色列人 给法利赛人说 你们悔改的 你们所接的果子 你悔改的 你将是什么意思呀 你既然行律法了 你来到我面前受祭礼了 那么你能够接出的果子是什么 承认是罪人 我是罪人 这就是果子 所以你悔改的心 你说你悔改了 你悔改啥呀 悔改上帝呀 我什么也不是 没有上帝的意 我不能活 上帝呀 只有你是对的 只有你是意 我是罪人 是不是这是结局 所以如果不悔改 那么就说 他说我悔改 我悔改 但是不承认我是罪人 那么有没有果子 没有 好像是一棵树 只有开花 不见果子 所以约翰赤子 他说 你们这毒蛇的准备 谁 只是你们逃避上帝的愤怒呢 其实都是依靠自己的意了 是不是 所以今天我们 如果想得到上帝的意 耶稣 很简单 怎么办 承认是罪人 能够承认这样的人 就是完成了律法 也可以说 你就成为了人完全的意 换句话说 就是翻过来说 你是在人的意的当中 你完成了人的意 人的意要不要 要 不是说去绝了 不是说不要了 耶稣来也没有否认 耶稣怎么说了 通过马太福音 五章上 十九节上 耶稣说 人的意 若不胜过 法利塞人的意 就不能够进天国 要将进天国 要超越 完成了人的意 当然要完成 不否认 但是 最重要的进天国 不是依靠人 完成这个意 是依靠上帝 所给你的意 耶稣 所以 耶稣来在世上 干啥呀 是显明 上帝的意 所以 耶稣来完全显明了上帝 所以他说 我所做的 我所说的 都是 父所做的 父所说的 所以 耶稣是谁啊 上帝的意 我们一起说三遍 耶稣是上帝的意 来 起 耶稣是上帝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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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句话说 通过律法 人可以成为 完全完成了人的意 但是 上帝的意 如果没有耶稣的话 世上没有一个人 不是一人 能够完成上帝的意吗 不能 所以上帝把耶稣拆来 耶稣来到世上 就是显明上帝的意 但是 耶稣有没有 长得非常帅气啊 有没有看上 非常有钱 看上去耶稣是 拿撒勒人一个青年 还非常贫穷 看着那样一个人 如果承认他是义人的话 好不好承认 所以这样一个人 来到人面前的时候 耶稣说 我是从上面来的 你们是从下面来的 我传的是天国的福音 所以等耶稣来的时候 才开始传 天国的福音 传天国的意 来显明上帝 所以众人以为 哎 你们是约瑟的儿子吗 玛利亚不是你的母亲吗 你的弟弟妹妹都在这 你还说 你传扬的是天国 你传扬的是上帝 你拥有了上帝的意 能不能相信 不能相信 但是 耶稣通过疑病 通过赶鬼呢 显出天国意的权力 并且等耶稣 受死复活的时候 他也把这权柄和这意 赐给凡事 是信耶稣的人 所以也可以说 在那个时代的当中的人 既是不承认上帝的意 那么 耶稣就不是上帝的意了吗 仍然是 只不过是 吃掉的 也可以说 受亏损的 是不承认上帝意的人 今天也是 要想进天国 要想蒙福分 很多人给他传福音 不信耶稣的原因 都是什么呢 他以为我做得非常好 我是义人 你们进天国 你们还没有我做得好 你们要能够进天国 那我更能了 是不是这样 他依靠的完全是自己的意 但是这样的人 能够进天国吗 不能够进天国 没有耶稣的意 别想进天国 所以 他们以为 不需要耶稣的人 都是想依靠自己的意 但是 天国只有这一条路 不然的话 你无法进天国 无法得永生 无法徒受福 所以今天 我们通过 信耶稣 我们成为有福分的人 成为义人 阿们 我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义人 再说三遍 我是义人 以外来 起 我是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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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在律法当中 只要完成了人的意 上帝就承认他是义人 是不是 从无灵人当中 上帝分别出来一个亚当 第一个有灵的活人 然后 从亚当犯罪之后 上帝又从众人当中 拣选了 挪亚一家 挪亚一家在这地上 生养众多的时候 又拣选了 亚伯拉罕一家 然后 当亚伯拉罕一家 能够繁衍生息 然后在埃及基层 生养众多的时候 四百年以后 是不是成为 百万大云出来 那个时候 上帝把他 从众民当中 分别出来 为什么 因为 以色列人完成了 上帝给他的 完成了人的利益 外邦人都是 适合别审 上帝不过 所以关心的 这是以色列百姓 那么今天 我们是不是 像以色列百姓 这样完成了 人的义的义人呢 完成了人的义的义人呢 我们是不是这样 不是 我们是超越了 从完成了人的义的 律法当中 出来 跟随耶稣 成为了上帝 义的义人 阿们 他们也成为义人 是不是上帝也承认 他们有义人 与外邦分别出来 所以我们是 从律法当中 分别出来的义人 是归给谁了 耶稣 所以基督徒才是 灵魂上 属灵的真正的义人 属灵上上帝的儿子 阿们 阿们 以色列人 虽然在人的义上 完成的那么好 能不能拯救自己的灵魂 不能 但是基督徒可以 依靠谁啊 依靠耶稣 所以 依靠耶稣 就能够成为义人 所以当 圣经上 这样说 你们认罪悔改 信耶稣 就必领受 所次的圣灵 是不是 使徒行传二章上说的 比较这样传逊 38节 是不是 传逊的时候 认罪悔改 信耶稣 受祭礼 领受圣灵 我们为什么 受祭礼 就是完全于 完全于 人的义隔绝 戏调 埋绝人的义 然后我拥有的是 谁的义啊 上帝的义 所以受祭礼是 我埋葬了 我自己的义 埋葬了 律法当中 人的完全的义 然后呢 我进入到耶稣里面 拥有了上帝的义 这就是上帝的标 上帝的标准是谁 耶稣 那么你受祭礼 和耶稣基督联合了 你也成为义人 成为上帝的儿子 那么天国就是 你的 永生就是 你的福分 就是你的 所以 信耶稣 可以说 受祭礼 埋葬了我以前的义人 人 属于人的义的义人 我埋葬了 成为在律法之下 完全了 人的义的义人 我成为了拥有上帝义的 义人 就成为上帝的儿子 这上下的人是什么人 所以我们在座的每一个灵魂 是不是是耶稣认罪悔改 是不是都是义人 是不是义人 是 承担承认 我们一起说三遍 我是义人 以外 起 我是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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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犯了犯罪 犯了 有的人说 我努力不犯 克制自己不犯 但是 哎呀 有时候嘴 突然 突如了 是不是 然后说出了脏话 然后突然有恶的想法 甚至别人欺负你的时候 突然你也谩骂 开始 犯了犯罪 哎呀 马上到耶稣面前 主啊 我是罪人 开始悔改 这样的人 是不是义人 是 是不是义人 是 连起扣啊 真的 还是义 为什么 因为我灵魂拥有耶稣的血 我把我救人的身份 全部埋葬了 从此以后 我不属于自己的义 我属于上上的义 因为耶稣的义在我里面 所以我既是犯罪了 我还是义人 我既是犯罪了 我还是上帝的儿子 阿们 拥有这样绝心的 信心的人 就是以上帝的意味标准 如果别人控告你 说你犯罪了 骂人了 哎呀 你这不要天不夸 你还不如我 也不受试探 因为啥呢 我不是按自己的标准 我按谁是标准 耶稣 我虽然肉体上还会犯罪 想法上还会犯罪 但是耶稣给我的有机会 我还会悔改 所以来到耶稣面前 厚着脸皮说 主啊 我是罪人 意思是 我是不孝之子 悔改 我还承认我是什么人 义人 我不是魔鬼的控告 我也不受世人的控告 因为上帝说承认的意 上帝是绝对不会更改的 我和耶稣基督联合了 还分不分开 那么我就是义人 阿们 所以要想得到上帝的意 很简单 简单不简单 咋简单呀 相信耶稣 信耶稣悔改 悔改就能够得到谁的意 耶稣 耶稣的意 上帝的意 所以很多人不信耶稣的人 你给他传福意 第一步很难 但是一旦悔改到上帝的面前 他就能够得到上帝 说承认的意 能够领受圣灵 能够得到上帝给你的福分 所以也可以说 信耶稣认罪悔改 就是为了得到上帝的意 承认上帝的意 就是说超越 比法利赛人的意 更超越的意 就是耶稣嘛 所以承认耶稣的意 所以今天要想得到意 第一步一定要悔改 不悔改的人 你说我也认识耶稣 我也承认耶稣 我也将得福分 我也聚会 我也礼拜 但是从来没有悔改过 这样的人能够得到上帝的意吗 不能 最起码 要想得到上帝的意 不能够超越上帝的话语 不能够超越上帝所给你的命令 这样的话 你才能够得意 阿们 所以今天我们 谢谢耶稣之前 什么也不知道 但听到福音之后 第一步 弟兄姊妹或者同工 给你传出意的人 都教导你 要不要悔改 要 悔改我肉体的错误 也悔改 我对于上帝的误解 我从属地的转向属天的 从人的意 转向上帝的意 所以从此以后 受敬礼 肉体体验 圣父圣子圣灵也亲自做工 并且圣灵印证你 是什么人 上帝的儿子 上帝的儿子你是义人 所以 弟耶稣悔改之后 受完敬礼之后 一定要 留守圣灵 为什么呀 印证上帝给我的意义 我是义人 阿们 我既然是义人了 是不是有属天国的权柄 那么要做谁的事 耶稣的事 耶稣的事 所以圣经上 所以当马可福音16章上 怎么说呀 再信的人 凡事都能做 能做什么 说一方言 守岸病人 疑病 赶鬼 这就是领受圣灵 成为一灵的权柄的证据 所以要不要赶鬼 要 要赶鬼 所以 你的教会赶鬼 别的教会不赶鬼 会不会受毁吗 会 会 他们会说他错了 会说你走邪了 为什么 哎呀 看上去那么温柔 赶鬼的时候温柔不温柔 我瞪了大眼睛 无悔呀 从这人身上出现吧 是不是 然后他们看上你这么不良善 然后你还说 你信他正确 我们信他正确不正确 对于乌鬼来说 绝不客气 是不是 绝不容忍 上帝寄邪 我们信不寄邪 既然你成为上帝的义 肯定寄邪 看见乌鬼 这样的存在 抵挡上帝的存在 肯定是 绝不客气 绝不留情 所以外国人肯定 肯定见到这会 毁谤你 为什么呀 耶稣说 做的毁不毁谤 毁谤 毁谤 耶稣作为上帝的儿子 他使用上帝的权力 然后 疑病赶鬼的时候 连他自己的亲戚朋友 都无法承认他 所以 通过约翰福音八章上 耶稣出去传福音 疑病赶鬼 是不是饭都顾不上车 中国人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 疾病得了医治 瞎子看见 全自行走 胆子能够站起来 是不是显出了很大的神迹 无名而言 能够让五千人吃饭 是不是显出了很大的神迹 但是 他的亲戚们 还怎么认为他 说他是疯的 没有说他是上帝的儿子 是吧 过来拉着耶稣说 哎呀 不要听他的 他是疯了 为什么 连饭都不知道吃 家都不知道进 所以 哎呀 他真是疯了 这还是好的 但是法律赛人怎么说 他是靠着别西伯 后来耶稣说 如果 鬼靠着鬼赶鬼 那鬼的国还容易战利了 不能 所以 如果 我靠着上帝的国赶鬼呢 这就是上帝的国 领导人 也就是说 耶稣给我们圣灵的时候 耶稣是不是升天求父 赐下圣灵 赐下圣灵的原因就是 让你得到义的证据 得到义的证据了 要不要得到义的权利 所以在这世上 你使用义的权利的时候 你就知道你是属于义的人 你就知道你是属于上帝的人 你是上帝的儿子 所以把天国的权利 提前在这地上使用 所以他们毁谤耶稣的时候 耶稣说 如果我是靠着上帝的灵赶鬼 这就是上帝的国 灵道 今天我们领寿圣灵 说方言 给别人赶鬼 是不是上帝的国灵到你里面了 所以当领寿圣灵的时候 圆安彼耶稣怎么说 耶稣说 我去求父 付救另外一次下 保慧是圣灵 与你们屠在 知道世界的 他在你们里面 你们也在他里面 你们认识他 世人 不认识他 为什么 因为上帝的意志 赐给信的人 圣灵子降在圣徒的里面 所以在我们里面的时候 我说方言 我拥有天国的权利 我知道我是一人 我是上帝的儿子 但是世人他知不知道 比我所知 所以他也会诡谤耶稣 逼迫你 所以咱不是属于这世界的人 我们不是属于这世界的人 所以世界会不会逼迫你啊 会 马太 约翰平八章上 约翰平十章八章十二节上 耶稣说 我是世界的光 光来到黑暗 黑暗 黑暗 却不 也接受光 光和黑暗 是不是敌对的 如果晚上 到处都是黑暗 如果有光来呢 黑暗马上散去 所以耶稣来世上 接不接受光 不接受 因为世上就属于是 黑暗 属于黑暗 也照样会捏倒回报 有的人说 哎呀 这个教会我不能去 为啥呀 别人说 这个教会是一端 别人说 这个教会一定赶鬼信错了 有的人甚至一天 没有经过教会 也说这样的话 为什么呢 没有经过不理解 但是其实这话应不应该说呀 耶稣说 敌对我的 最后可以得赦免 但是回访圣灵呢 今世来世都不得赦免 我们想想 可以说 哎呀 耶稣 你给人这么大的恩典 抵挡耶稣就得赦免 抵挡圣灵不得赦免 但是你想想 耶稣来做的是谁的事 上帝的事 耶稣在三十岁之前 没有领受圣灵之前 有没有传天国的福音 没有 有没有一定赶鬼 没有 有没有做过上帝的事 没有 那个时候谁念召回报他呀 没人看起他 也没人在意他 是不是 所以当耶稣受地理 从河里上来的时候 开始说 天国进了 你们要悔改 开始传天国福音的时候 从那个时候开始 法利赛人开始跟着 文史开始跟着 与耶稣辩论 然后逼迫耶稣 是不是 那个时候逼迫耶稣 逼迫耶稣 实际上是逼迫耶稣吗 抵挡圣灵 是抵挡谁呀 抵挡圣灵 抵挡上去的意义 所以 抵挡圣灵 抵挡耶稣 也是一样的 耶稣说 你抵挡我还好说 但是你抵挡圣灵的话呢 今生来世不得圣灵 其实耶稣所做的事 都是依靠谁做 圣灵 抵挡耶稣 抵挡圣灵 是不是一个 今天教会里也是 如果牧者也好 同工也好 传扬耶稣的福音 他做的是上帝的工 他里面有圣灵的印证 他是为耶稣的义做见证 那么说 抵挡回往的话 将来一定会担当责任 即使不信耶稣 担当不担当啊 担当啊 不信耶稣的人也照样担当 这个罪 没有饶恕的可能 所以 作为我们比利亚人 这么认识真理 无论别人说啥话 自己不否认 别的教会 我们不理解的 不认识的 或者 根本不 从来没有听说过的 别人无论说什么好话 还是坏话 我们都不说 为什么呢 为了自己的灵魂 阿们 阿们 所以今天 你领受圣灵了 见证你是义 首先你要行事 耶稣说给你的权利 是不是一定赶快 是 行事这权利的时候 别人一定会担当你 会帮你 后来耶稣怎么说 耶稣说 夫人不能够大于主人 学生不能大于先生 刚才刚开始的时候 我读圣经 我以人的思维 人的世上的方法 我去讲 我说 那个老师教的学生 也可能老师是高中生 但是生的那个养的学生 教育的学生 会不会是大学生 会不会是博士生 会不会是博士生 这怎么学生不能够超过先生 然后夫人不能够超越主人 那夫人要是管理的好 会后来不给主人干活 出去打工 后来也当老板 能不能做主人 不想通 后来突然这一次 分享话语学习的时候 我想通了 为啥呀 作为主人 他受的逼迫 主人都受了 你受不受 你肯定你的逼迫 患难不会超越主人 所以主人受的 你也要受 所以你不能超越主人 如果你信耶稣了 你说耶稣啊 我只想要福分 不想要逼迫 可能不可能 不可能 为啥呀 因为耶稣说了 这世界 你不属于世界 当你信耶稣 认罪悔改的时候 是不是 从属地转向属天 从不义转向义 也可以说 从暂时的转向 永远的 我们得到了 天国的永生 从此以后 是不是与世界 分别决裂了 但是 人的肉体 在这个世上 还生活 是不是啊 还生活 那么你受不住 这世界的疲惑了 受不住 世界的患难呢 和谁一样 也不是一样 所以 你高过 不要跟耶稣 要想得分 也随时上帝 给你的 有疲惑和患难 所以上帝 给你的英许英语当中 有逼迫 所以 前几天的时候 有一个外部 外部 比较的教会 一个同工 给另一个同工说 后来那个同工又见到 我给我说 他说 哎呀 那一个姊妹是真的认识真理的人 为什么呢 他说 教会啊 不冷 然后呢 没有一并感慨神迹 然后好像是 很平平淡淡的 带领信徒礼拜啊 学习啊 没有任何问题 你如果一并感慨 追求上帝的真理 照会受疑惑 他说 其中 说我们教会 就是其中之一 为什么呢 那个教会里面 因为他在我们教会 听过讲道 听过学习 他说 那个教会里面 讲的比利亚话语 然后学习 然后一并感慨 都是照着圣经 上帝的话语去做 却受到了逼迫 这真的是上帝的话语 定验了呀 所以其实我们感觉 我们好像是 一会儿受了逼迫 一会儿受了攻击 一会儿别人又 捏倒回望我们 我们出去的时候 很多教会 包括自己 我们以前 从教会里面 和我们还是弟兄姊妹 出去之后 在别的教会 回望我们的时候 也说我们是异端 也说我们是错的 是不是 生气不生气 生气不生气 以后还生气不生气 应该高兴 应该欢喜快乐 为啥呀 上帝呀 这是给我的福分 所以以后再受迷惑 我们虽然现在 不能够聚集在一起里外 受到了这样的打击 看着他们都平大无事 是不是 其实是上帝应允的 上帝如果不应允 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 世界也拿我们 没有办法 因为什么呢 因为耶稣说天上地上 地底下的全命都给谁了 耶稣 耶稣要给谁了 给我们了 去吧 给福天下传福音 是外面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传道的时候 我就与你同在 知道世界的 莫莲 耶稣得到天上地上 地底下的全命 也给我们了 我们能不能得上 为什么又披霍呢 想通 是不是 想通 是福分 阿们 有的人说 信耶稣的人是傻瓜 是不是洗脑了 世上的人都知道 是安逸 享受 这是福分 你们基督徒 为什么 受不披霍都是福分呢 因为我们和他追求的方向不一样 属灵的满足不一样 属灵的目标不一样 追求的意 不一样 所以我不属着世界 所以世界会逼迫我 你叫 你到别人的地盘上去发展 他愿意不愿意 肯定不愿意 所以 这地上不是属于我们的地方 我们的地方是在 天上 但是上帝给你的有应付 你在这地上吃苦了 在天国呢 享受 享受 你把上帝的意和人的意 放在一块 你区分的话 为了人的意 吃不吃苦 吃不吃苦 也吃苦 为了做一个英雄 做一个众人说仰慕的 是不是也在在世上吃苦啊 但是这些意在这世界上消失的时候 肉体消失的时候 纪念你一代 时代 会不会永永远养 不会 永永远以后会淡忘的日子 没有了 但是为了天国的意 为了上帝的意呢 上帝给你永远的福分 所以为意也受逼迫 为自己的意 人的意呢 也会吃苦 为意吃苦 为上帝的意吃苦 都是吃苦 但是 为了上帝的意吃苦 上帝给你的永远养 一定会给你报仇 所以 为了上帝的意吃苦啊 我要为上帝的意吃苦啊 阿们 阿们 一起说三遍 我要为上帝的意吃苦啊 阿们 阿们 一起说三遍 约爱奇 我要为上帝的意吃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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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上帝的意是什么呀 就是受病座 传扬耶稣 传扬上帝的意 所以 养育灵魂吃苦不吃苦啊 吃苦啊 传扬福音的时候 吃苦不吃苦啊 所以带领灵魂的时候 肉体吃苦 时间献上 是不是啊 然后让这个灵魂 带到猪里面的时候 天天会的 担忧 天天会的发愁 什么时候才能够长大 什么时间才能够记忆 什么时间才能够灵圣寿名 什么时间才能够成为上帝的同工做工 什么时候他才能够成为见证人 出去见证上帝的意 是不是天天会的操心 所以也吃苦 不会吃不吃苦啊 就好像耶稣带的经济观念一样 吃苦苦恼 着想为了教会 你为了教会吃苦了吗 为了上帝的同工 为了上帝的 也可以说丢失的羊 传扬于你 吃苦了吗 如果你不吃苦的话 也没有逼迫 也不会有粘造 也不会有回报 所以你去同时为耶稣做工的时候 见证义的时候 就会有捏倒回报 和逼迫吃苦 所以这样的时候上帝会说 你会必得到天国的大福分 所以通过今天我们学习的经文 马太福音上说 哀痛的人是有福的 是不是 琴琴的人是有福的 但是唯一受逼迫的人呢 也是有福的 这些都是福分 是得到上帝的福分 一步一步都得到 因为上帝和母成为上帝的儿子 是不是大福 成为儿子就够了吗 还要得到他的产业 所以得产业多还是少 看你为耶稣能够吃多少苦 为义能够做多少健身 所以为了耶稣吃苦 将来再能够天国得福分 所以今天能够与耶稣一同吃苦 将来也能够与耶稣一同 做喜座 吃苦吃到什么程度 死都不怕 死都不怕 还有 耶稣说 父母 爱父母 爱弟兄 爱姐妹 爱儿女 爱前产 这些人不配做我的门徒 也就是说 爱上帝 爱上帝的义 要超越 爱父母 爱妻子 爱儿女 爱前产 也就是说 上帝的义超过 人的义 这样的人才能够得到上帝的义 才能够从上帝义出得 要不上帝义出得福 愿意 为了耶稣吃苦 所以耶稣说 当飞起自己的十字架 耶稣说吃到苦 你也吃 耶稣说喝的呗 你也喝 这样 你才能够到天国的时候 与主人 与王的儿子一同做喜 愿不愿意 愿意 有人想当王 想不想 不敢说 是不是为了成为天国的王的儿子 王的儿子是不是王 愿不愿意 愿意 但是有吃苦 所以 所以相信吃苦 是不敢说了 所以吃苦 为了人的义 吃苦 多么不值得 为了上帝的义 吃苦 上帝纪念 并且 有谁帮助 上帝 所以圣灵作为保护师 保护你 辩护你 帮助你 为啥 因为你为谁做见证 为耶稣 所以为耶稣做见证 为义做见证的人 圣灵才会帮助他 做他的辩护师 因为什么 因为你是为了义做见证 如果你软弱的话 圣灵会用 什么呀 双肤的盼子 为你祷告 为什么呀 因为你是为了上帝的义 所以作为协助者 上帝的圣灵 是作为辩护师 安慰者 协助者 为什么帮助你 协助你 因为你靠着你的肉体 什么也做不到 你靠着圣灵 才能彰显上帝的义 让上帝天国的权力 能够在地上使用 所以你为义做见证的时候 圣灵与你同在 圣灵与你同宫 这样的人是不救负的 阿们 所以捏造 毁往 逼迫患难 不要以为奇怪 在你们的 以前的先知 也是这样 并且恋上帝的儿子耶稣 也是这样 所以你能不能 成为耶稣呀 想不想想福 受逼迫 阿们 想不想想福 受逼迫 阿们 我听着没有说 你是有福的人 阿们 没有那样的想 开始的时候我也是 对话语不明白的时候说 信耶稣 飞起你的十字架 耶稣吃的 你要吃 耶稣喝的 你要喝 我一想 我说 信耶稣不是为了得福吗 信耶稣不是为了 尽天国得永生吗 信耶稣 要吃苦的话 哎呀 我的心里有点紧张 也不敢退后 还是要信 为什么呀 要想得福 但是说吃苦 还有点 后怕 好像是 为什么呢 当时我根本对于真理 不怎么认识 并且也没有圣灵 所以今天 我既认识了耶稣 我还有圣灵为帮助者 害怕不害怕了 不管 不害怕 圣灵给你能力 圣灵给你信心 圣灵与你同工 所以吃苦 你的吃苦 你的患难 对你的悔患 其实都是对于自己的怀疤 我们正在讲 逼迫是不是 给你一点愉快的音乐 然后让你知道 逼迫里面有喜乐 逼迫里头有快乐 逼迫里头有幸福 所以为了耶稣 为了上帝的义 我们受逼迫吧 所以以后我们真的认识真理了 明白真理了 对于逼迫患难 会不会惊奇了 会不会感觉到奇怪了 所以今天我们今年一直讲 我的灵魂啊 你要领受福分 所以今年我们又遇到了 这样的事情 是不是 其实我们想想 上帝给的应许是福分 或是伴随着 就好像是孪生姊妹 或者孪生弟兄一样 那么今年我们所学的 和我们今年所经述的 一样不一样 一样 一样 所以福分 还有逼迫 一度来 那么我的福分更大 我们是有福的人 我们幸福必然教会是有福的人 阿们 阿们 我们一起说三遍 我的灵魂啊 你是有福的人 你妈一起 我的灵魂啊 你是有福的人 我的灵魂啊 你是有福的人 我的灵魂啊 你是有福的人 阿们 福分和什么是相对的 逼迫 助主 福分和逼迫是相随的 有多大的福分 有多大的逼迫 但是福分相对的是咒诅 也可以说 没有上帝的义的人 是不是受的是咒诅 也可以说 你如果 不要上帝的义 拒绝上帝的义 就如同是拒绝上帝的心一样 拒绝让上帝的自信心 受到他们去 上帝给你义 给你天国 不知道好歹 然后还不承认 然后自己跟着魔鬼一起灭亡 这样的话 你让上帝的自尊性 受到损失 那么得到咒诅的结果 其实是谁选择的 自己自己选择的 前天还有一个弟兄 没明白 说了 哎呀 我都不明白 那个上帝 是不是爱的上帝 上帝是不是给人生命 是不是上帝给人福分 那以色列总是打仗的时候 怎么杀外族人 一点都不联系啊 为什么呀 因为上帝寄血 因为他们侍奉偶像 因为他们不以上帝的意为义 所以这些他上帝寄恶为仇的仇人 我们也以为是仇人 以色列人呢 也意以上帝为仇敌的人是仇人 所以杀他联不联系 不联系 上帝对抵挡自己的仇敌来说 也不联系 对背叛 抵挡上帝的魔鬼来说 联不联系 不联系 所以也可以说拥有上帝的意的人得福 但是随时也随有患难 冰祸 但是你的福分呢 更大 报偿更大 但是如果你违背上帝的自尊心 诸传扬上帝的意 不拥有上帝的意 也可以说拒绝上帝的意的话 那相反 所以福分和生命都放在你的面前 祸和死亡放在人的面前 谁检选 自己检选 所以其实在下面听到的 你们信耶稣 自己信耶稣 你看着别人为你卖力 别人出汗 给你传福音 你还以为别人得多大好处 其实他无非是 他想见证传扬上帝的意 其实得好处的是谁啊 自己 自己 你的生 你的死 你的福和你的祸 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所以上帝从通过 神经记三十章十五经上说 我把生死祸福 放在你面前 谁检选 自己自己检选 所以等耶稣来的时候也是 信耶稣的人检选福分 不信耶稣的人呢 检选主主 所以今天我们既然检选了耶稣 检选了上帝的意 你就是有福的人 阿们 我是有福的人 阿们 我是有福的人 一拜 其 再说三遍 一拜 其 我是有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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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有福的人怎么办呢 见证圣祥义受逼迫 受迷糟 受迷惑 不要一味稀奇 我们受逼迫了 不要一味稀奇 在我们以前的先知 也是这样 我们再打开 圆福音五章 马太福音五章 十一节和十二节 我们再读 马太福音十一章五章 十一节 十二节我们一起再读 一拜 其 人若因我辱骂你们 逼过你们 捏造不样坏话 回报你们 你们就有福了 应当欢喜快乐 因为你们在天上赏赐 是大的 在你们以前的先知 人也是这样迷惑 他们 阿们 所以有时候我也想不通 原来的时候想不通 后来的时候想不通 我说上帝啊 基督徒总是做好事 但是受挫折的 受逼迫的 受对付的 总是基督徒 受苦的总是基督徒 哎呀 上帝啊 怎么回事啊 但是当我们明白的时候 知不知道怎么回事 知道 因为上帝想让你多得福 所以你吃苦的时候 别人说 你信错了 你是一端 你自己知不知道 你是一端还不是一端 因为你里面有谁证据啊 圣灵是证据 你知道你是一人 你知道你没有错 所以他念到回报 你都说 你谢谢他 能不能说出来 以后别人要说 我不去你们教会 你们是一端 你应该说 谢谢你 上来 他会不会吃酒 会 我说你坏话 你咋谢谢我 我们知不知道 你说 因为你应验了 圣经上上帝 给我祝福的话 你也倒回报我的人 有福了 但是你有祸了 这样的话 如果你不信耶稣的话 你无法得福 所以我应该谢谢你 这样的话 又吓得一跳 哎呀 我也不能受咒诅 我也得福西耶稣 是不是 所以对一道 回报你的人来说 还生不生气了 恨不恨了 不恨了 应该感谢 是吧 感谢你回报了 感谢你给我福恨 有时候丈夫 是否疑惑也 又天天为了 传扬耶稣 什么又祷告 什么又上教会 我打死你的腿 是有受年纪 我跟你生儿儿养女 我在家里 做这么多事情 我信耶稣就不自由 非常生气 是不是 以后还生不生气了 应该说 丈夫感谢你 你让我得到天国 更大的福分 让他吃惊 阿们 阿们 所以对 一会 你回报你的人 以后应该祝福感谢 所以以前 耶稣总是教导我们说 为你的仇提祝福 不知道什么意思 是不是 感谢你的仇提 是不是更不知道啥意思 现在感谢了 感谢了 他给你福分 借了他 让你肉体吃苦 让你灵魂得福 所以感谢 阿们 要成为 感谢耶稣 和感谢人 给你福分的 这样的机会 成为感谢的人 阿们 所以 一人能够得福 幸福不幸福 所以我们是幸福的人 刚开始的时候 通过学习课程 我就明白 上帝的意 是上帝的幸福 上帝的儿子 是上帝的幸福 上帝的名 是上帝的幸福 上帝的职业 是上帝的幸福 所以给我们教会 起幸福的名字是 我们的教会 也要拥有上帝的幸福 阿们 所以我的灵魂和我的家庭呢 也要拥有上帝的幸福 阿们 所以 我是有福的人 阿们 所以多多受兵 我唯一做见证吧 阿们 为耶稳做见证 阿们 阿们 所以为耶稳做见证 才能得福 说三面 我们打号 结束 那 其 为耶稳做见证 才能得福 为耶稳做见证 才能得福 为耶稳做见证 才能得福 阿们 天父 我们感谢你 阿们 感谢你赐福给今天 所有回来的灵魂 阿们 让我们通过耶稳说 教导的话语 知道了 我们领受了圣灵 是得到上帝义的人 天父 我们既然得到了福 能够进入永生 完全是因着上帝 给我们耶稳基督 给我们这样的福 和恩节 我们再一次的 在上帝的面前 献上感恩和感谢 天父 求你让我们在这世上 能够像耶稳一样 能够承受逼迫 也一同承受福 给我们圣灵充满 阿们 圣灵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为义 做见证 阿们 天父 为逼迫 捏造回门我们的人 祷告 祝福 因为这是上帝 进了他们 给我们的机会 给我们的福分 阿们 天父 求你赐福 给今天所有回来的灵魂 阿们 如果今天上帝的话语 让我们明白 主日 就是上帝 有义 居在 居在其中 阿们 主日 就是上帝的义人 居在其中 阿们 主日 就是我们与义的上帝 见面 能够礼拜上帝的 圣节的日子 和福分的日子 阿们 天父 你给我们这样的日子 和恩典 给我们在这世上 意味着 主日的机会 我们感谢你 阿们 让我们能够成为上帝 成就上帝意义的人 阿们 为你做见证的 宝宝 阿们 谢谢天父 你请我们的祷告 阿们 耶稣基督的圣经所求 阿们 好 我们要为耶稣的